詞曲 李宗盛 我将自己完全献上 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 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 无论苦于冷都超脱给你 祝我献上生命给你 用我一切经历 爱荣耀你生命 祝我献上一生给你 愿我再美生气 能成为新生过季 我献上生命给你 过去的事 将来的事 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 我所有希望 我所有计划 去任何缺习都交脱给你 祝我献上生命给你 祝我献上生命给你 用我一切经历 来荣耀你生命 祝我献上一生给你 愿我献上生命给你 愿成为新生下季 我献上生命给你 祝我献上生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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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一切经历 野家打基督徒会堂的会友们 平安 教会有为会友们提供 网络线上崇拜服务 那么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请选择你的崇拜时间 并按时跟随 请默持到哟 穿着整齐 如同会众要去教会 参加崇拜的情况 准备圣经和文具 保持良好的坐姿 并专注于聚会 避免躺着 或在家做其他的活动 请私下祈祷 准备心跟随崇拜 积极参加敬拜活动 例如站立 坐下 唱赞美诗 并专心聆听讲道 会友可以透过各堂会的银行账户转账奉献 请参加网络线上崇拜 直到结束 家长可以邀请孩子们参加 野家打基督徒会堂 线上主日学聚会 崇拜愉快 主耶稣赐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Shalom 我们敬大家起立 我们进入主耶稣 基督诞生前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承认 我们的帮助是在福 以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 他的信实直到永远 并且不离弃 他手所做的功 我们奉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 开始我们的崇拜聚会 我们听情声 主在圣殿中 圣殿中 圣殿中 十篇一百三十五篇第三节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本为善 要歌颂祂的名 因为这是美好的 阿民 我们进入祷告 慈爱的天父 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谢谢主你的恩典 虽然在病毒猖狂的期间 我们仍然可以在平时上 一起来敬拜赞美 来聆听你 来聆听你仆人的讯会 主啊 这是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处境 每日过着艰辛的生活 但却使我们更亲近你 依靠你 你称说 在世上有苦难 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因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们唯有生活在主的带领下 才得蒙平安 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长存感恩的心 是可仰望创始成中的救主耶稣基督 度过难关 过着荣耀主的生活 还要恭敬把今日的崇拜 寄会全然仰望交托 无论是唱诗 讲道 祷告 奉献 都蒙主的耶娜 众弟兄姐妹 得蒙照旧 祷告 感谢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请坐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诗 圣教诗歌第十三首 赞美三一 赞美我天父 令他如此碍事 愿你采见独生者 为几人收拾 哈利路亚 赞美上帝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利路亚 赞美上帝 我曾心所愿 赞美主耶稣 赞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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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赞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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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我们要为两件事情来祷告 我们先用一首诗歌 预备我们的心 每一天 每一秒 每一分 每一秒 主我感谢你 我的心 我的灵 深深的爱慕你 每一分 每一秒 主我需要你 当我在你身边 一切都美好 耶稣 哦耶稣 哦耶稣 你是我的主 我的一切 耶稣 哦耶稣 哦耶稣 我要相信你 这道永远 每一分 每一秒 主我感谢你 我的心 我的灵 深深的爱慕你 每一分 每一秒 主我需要你 当我在你身边 一切都美好 耶稣 哦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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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主 我的一切 耶稣 哦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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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相信你 知道永远 耶稣 哦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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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我的一切 你是我耶稣 哦耶稣 哦耶稣 我要相信你 知道永远 首先 感谢上帝的恩典 和知道如今的关怀 2020年 还有一个月的路程 虽然我们经历了 水多挣扎和困难 我们仍能感觉到上帝的手 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感谢上帝给我们坚强的信心 使我们有能力度过 我们一起来开身祷告 神爱的天父 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感谢主的恩典 就看顾保守我们直到如今 2020年剩下一个月 就将过去 每当我们遇见困难 挣扎时 我们都感觉到 主你大能的手 一直都引领着我们 求主是我们足够的信心和力量 让我们能度过这一切 感谢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接下来不久 我们要将庆祝圣灵 圣灵 上帝如此爱我们 以至祂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拯救我们 有罪的人 因此希望 我们能借助圣灵节时刻 透过透过 透过向我们不认识神的人 介绍神 使他们 来表达对神的感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此爱的天父 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在过片时 圣灵节将要来临 主耶稣这样的爱我们 愿意来到这个世上 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让我们借此机会向主感恩 把主的大爱 介绍给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亲戚 朋友们认识 带领他们来归向主 带领他们来相信主 感谢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接下来是读经 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 马可福音书十二章 我们从四十一节念到四十四节 马可福音书十二章 四十一节念到四十四节 耶稣对银库咄咄 看众人怎么样投钱入库 有好些财主 往里投了肉干的钱 有一个穷寡妇来 往里投了两个小钱 就是一个大钱 耶稣叫门徒来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 比众人所投出的更多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的 拿出来投在里头 但知果腹是自己不足 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阿们 接下是想讲到的时间 分享信息的是张永平牧师 我们预备心 我们唱一首诗歌 奉献上好 请听着主朝 奉献上好 祝别为我圣道 祝别为我圣道 祝笔查靠 全国太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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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主内弟兄姐妹 同工们大家平安 感谢主 今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有机会 透过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有彼此签勉的机会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 但是我们在住里面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 虽然我们住在这样不好的环境里面 但是主应许他与我们同在这道世界的末了 主耶稣的恩典不但够我们用 并且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并且他应许我们 无论我们在哪里 他都与我们同在 他会加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可以面对目前这个心肝会员 不是的一个灾害 但是我们感谢主 主的恩典 主的能力 常常与我们同在 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主的恩典 平安度过每一天 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来靠主 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用神的话来彼此签勉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 心灵的付诸 心灵的付诸 我们要看一段的圣经 这段圣经在马可分音第十二章 我们从四十一节念到四十七节 我们来看这段的圣经 耶稣对淫库作卓 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 有好些财主往里头投了若干的钱 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头投了两块小钱 就是一块大钱 一个大钱 耶稣叫门头来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在穷寡妇投入库里的 比众人投的更多 因为他们都是将自己犹疑拿出来投在里头 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我们还没有思想神的话以前我们先低头祷告 慈悲人爱天父爱我们的主 我们谢谢你 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用你的话彼此千勉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我们酒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的话是我们生活的力量 主我们知道你的话每一季都带能力 所以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 特别你的仆人求主用你保学洁净圣灵充满 让他们有数量智慧能力 可以将你的信息传开 也为主我们每一位听你这篇信息的所有同工弟兄姐妹 都可以从其中帮助圣灵来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 让我们不能听 也把你的话藏在心里 我们可以照着遵行 让我们所心所做的能够永生一人 将一些荣耀都归给你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生命求的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 他曾经称赞过三位妇女 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 马可飞第十二章 当我们看见主耶稣称赞这个穷寡妇 他奉献是非常恶服神的心意 并且他前所有奉献 所以在奉献的事情上 给我们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其实神看奉献不看树木的多少 神看是我们奉献的动机 我们奉献在神面前的存心是怎么样 这是非常重要的 神也不是看我们奉献多少 他更是看我们能够在我们留下多少 所以在奉献的事上 真的求主教导 我们可以从这位穷寡妇的身上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 今天我们要从几方面来跟同工 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 关于这个穷寡妇他到底为我们留下什么榜样 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世上不但称赞这个穷寡妇奉献的态度 更是我们有看见他也曾称赞过这个迦南的妇人 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 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里面都讲到这个迦南的妇人 他女儿被鬼扶着 后来他主耶稣医治 主耶稣医治他 后来主耶稣称赞那个迦南妇人 他说我在以色列没有看到这样大的信心 所以主耶稣称赞那个迦南的妇人 还有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也称赞这个布塞尼的玛利亚 玛利亚有一个姐姐叫玛大 还有她的弟弟叫拉撒路 我们知道主耶稣两次称赞玛利亚 一次是称赞玛利亚 她说她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 所以主耶稣因为她把香膏高在主耶稣身上 就称赞她 还有第二次主耶稣称赞她 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边讲到 当主耶稣在那里 马大要忙着来服侍耶稣 但是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 那么玛大叫她在玛利亚来帮助她 后来主耶稣说玛大玛大你为很多的事烦扰 但是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你的妹妹 险上了上好的部分是不能夺气的 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曾经称赞过这三位姐妹 就是玛利亚 波加农的玛利亚 还有这个奉献两开小钱的穷寡妇 还有迦南的妇女 我们能够得到主的称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 主耶稣要评估我们在世上为他 我们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侍奉 我们要听见主耶稣对我们称赞是 又两善又忠心的仆人 好像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我们要听见主耶稣怎么样评估 我们在他面前在世上为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都期望有一天我们要听见主耶稣 称赞我们说 好 你又两善又忠心的仆人 不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这是我们期待主耶稣对我们的称赞 好 现在我们要从这个穷寡妇 奉献两开小钱的这个事件上 我们来学习一些树林的教导 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寡妇 寡妇就是她的丈夫已经离开她 可能她很年轻的时候 或者她的丈夫离开她 我们知道这是一件人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在她人生当中所经历的 但是我们看见这个 她除了称为寡妇 但是她认识神 所以她就把神放在她 她的生命 她的生活 她的家庭内的守卫 把神放在守卫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要像这个寡妇一样 把神放在第一 无论我们所做的 我们所想的 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 我们又看看我们所做的是不是恶福神的心意 是不是能够讨神的喜悦 是不是能够荣耀神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 我们处事为人 原则就是这样 我们做什么都要为主而做 为主而做 当我们为主而做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才有价值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个寡妇把神放在地的时候 她心里面充满喜乐平安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今天我们同样蒙属主耶稣的救赎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也要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事奉中的守卫 我们无论做什么 要想这件事情能不能讨神的喜悦 我们做这些事情能不能恶福神的心意 我做这些事情是不是能够荣耀神 这是非常重要 特别在圣经告诉我们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 说无论我们吃我们喝 无论我们做什么 都要为神的荣耀而做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把神放在守卫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我们看见这个寡妇 她第二个电视经 为我们留下什么榜样 我们看见她 拥有机体的方式来回报主给她的恩典 所以我们蒙恩神要懂得感恩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撒加里尼亚前书第五章 第十六到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要常常喜乐 不助祷告反释谢恩 我们要反释谢恩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 我们无论圣经也好 虐经也好 我们数算神的恩典 我们要心存感恩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主的恩典不能够我们用 但是我们要觉得恩典 超过我们所想求的 好像保罗说 今天我成为何等样的人 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而成的 当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是什么呢 我想有四方面 第一我们要受恩 接受神的恩典 第二我们要知恩 知道这是神恩典 第三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感谢神 第四我们要报恩 这是我们对神恩典的一个具体的回应 我们看见这个穷寡妇 她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的恩典 她把养生的完全都投上了 她对神的感恩真的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我们看见这个穷寡妇为我们留下第三个榜样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她在历经的时候 她虽然在一个并不很付诸 她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面 但是她在贫困时 她没有跟人比较 不像不要跟那些 好像我们有时候也跟人比较 为什么神赐福给她 不赐福我 为什么她有这个我没有 很多时候我们跟人比较的时候 我们常说人比人就气死人 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以神给我们的挽满住 因为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带领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也甚至一件事情 我们的神是最好的神 他为我们预备的都是最好的 还有第二方面我们也知道 我们神永远没有错误的神 神又是一位错误 那么他就不是神了 我们人常会错误 但是我们神不会 所以我们的神 我们主要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 我们都要感谢神 因为圣经也好 虐经也好 我们知道对我们都有很好的帮助 我们要这样的态度 活在神的面前 当我们在虐经的时候 不要跟人比较 还有我们感谢主 我们看见这个穷寡妇 我们看见他虽然家境不好 但是他没有忘记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 我们看见这是一件很好的榜样 今天我们看见有好多的人 因为常受环境的影响 常常没有来教堂来参加聚会来敬拜 虽然目前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实际的关系 我们不能来到礼拜堂一同来敬拜神 但是我们可以在家中 我们可以跟我们家人一同来敬拜 我每一个礼拜天我就照着敬拜的时间 七点半我就 好像到礼拜堂一样的 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参加每一次 在这个 敬拜的 敬拜所提供的一些 以色 我每个礼拜都是这样 好像参加崇拜一样 也是一样 我们相信无论我们在哪里 神都与我们同在 我们看见这个穷寡妇 她虽然生活不好 但是她仍然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所以在苦境当中 她没有离开神的殿 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 目前的情况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一同 积极在礼拜堂来敬拜神 我们不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 无论我们在哪里 我们主耶稣也议许我们 有两三人在一起 祂就在我们中间 祂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谢谢主的恩典 所以我们可以在家里 同样可以 好像来敬拜神的那个态度 跟这个方式来一同敬拜神 我们看见这些穷寡妇 她有环境不好 在苦境当中 但是她没有忘记来到神的殿中 来敬拜神 还有我们看见 虽然她把养生的都投上去了 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 祂就有两块钱 其实祂可以留下一块为自己 或者祂要奉献一块 留下一块给自己 生活的需要 但是祂完全把它两块养生的 就是祂就有两块钱 但是祂就奉献给主了 这里给我们看见 祂对神有完全信靠的心 祂知道神一定会供应祂的需要 我们也看在马太分第六章 主耶稣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 祂告诉我们 我们天父祂养活天空的飞鸟 祂照顾野地的百合花 祂说 只要我们先求神的锅跟祂的义 我们所惜的神都会供应我们了 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锅跟神的义 我们所信用的神都要嫁给我们 虽然我们目前住在 这个心肝会员 不是流行的一个 不如意的环境里面 有很多人失业没有工作 有很多人的失业面对困难 有很多人的家庭 儿女也面对各样的难处 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相信一件事情 我们神永远没有离开我们 祂顾念我们 因为我们是祂的儿女 祂怎么样照顾天空的飞鸟 野地的百合花 但我们相信神一定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好像这个穷寡妇 祂把完全养生的头上去了 那么祂以后吃什么呢 但是我们感谢主 祂相信祂所信用的神一定会供应 虽然圣经没有记载 祂以后怎么样来面对祂生活的需要 我们相信当一个人诚信靠度的时候 我们神从来不会亏待祂 祂一定会满足我们的需要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特别我们从这个穷寡妇的身上 我们发现祂真的全心靠主的信心 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常常受环境的影响 但是我们看见这位穷寡妇他没有 所以祂在聂静的时候仍然到神的礼拜堂来敬拜神 所以我们感谢神 我们看见这个宗寡妇 他真的在顺境的时候 他蒙恩的时候 他用实际的行动来回报神的恩典 在聂静当中 在不如的环境里面他不跟人比较 但是他在最穷发的时候 他仍然顾念神的教会的需要 把所有的奉献出去 他相信神一定会供应他的需要 我们感谢神恩典 所以我们看见他物质上虽然穷发 但是他的心灵是非常富足的 所以我们感谢神恩典 我记得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上帝你创造了我们 他说你在我们内心留下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世界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填满的 就你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 我这句话很有意思 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住在这个科学昌明的世代 这是爆炸的世界 人类享受到顶峰的时候 但是我们发现今天世界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曾经从一篇文章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犯神经病的人越来越多 还有自杀的人越来越多 自杀考第一名的是哪里 哪一个国家呢 是在日本 这是在一个文章里面所讲的 我们日本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国家 物质文明的国家 为什么日本人自杀了这么越来越多 就是告诉我们 物质不能够挽住我们心灵的需要 一个人不认识神 没有神在他的心中 他永远不会满足的 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救主耶稣我们的神 曾有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 虽然今天我们 基督徒可能活在穷困当中 好像这个寡妇一样 但是他心灵是富足的 我们感谢神 所以珍爱的弟兄姐妹 包括今天我们活在这样的世代里面 我们真的要效法这个寡妇 她为我们树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让我们在神灵面前 检讨我们自己 我们就是有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 生活中 家庭的守卫 让神做我们的家族 好像这个寡妇一样 她的丈夫离开她 当面她人生当中 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遭遇 但是她有神 她是神放在守卫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效法的 还有我们看见他蒙恩 也懂得用实际的方式来回报神的恩典 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效法的 还有我们看见他 灵迹的时候他不跟人比较 没有看见他这个人这样好 为什么不好 神为什么祝福他不祝福我 他没有 他以神给他的为满足 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 还有我们看见 虽然他把他养生的头上去了 他下一餐吃什么 他知道神一定会供应 所以他有坚定的信心 相信神没有忘记他 神一定会给他所信用的一切 同样我们目前所面对的环境 这个心肝慧炎 这是普世的一个灾难 特别印尼也非常严重 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感谢主 虽然我们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 我们有看见好多人 好多基督徒他们也没有工作 失业 有的基督徒他的失业也面对困难 我们有看见有些家庭儿女 他们也面对好多的难处 但是我们有相信一件事情 我们的神与我们懂在 在难处当中他一定为我们开路 我们在切发当中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常常有的经历 我们要全心信靠神 因为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先求神的锅跟神的义 我们所信用的天赋都要嫁给我们了 所以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游利 明天只有明天的游利 一天的难处一天堂就够了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宝贵 我们感谢神恩典 我们看见这些穷卡夫真的为我们留下一个榜样 虽然他目指上不富有 但是他的心灵是富足的 我们感谢神 我们有主 我们有万事主 我们在提摩太秦书那边也告诉我们 我们金钱加上资助的心就是大力量 什么叫大力量 叫恩东不撒 英语文叫恩东不撒 我们有金钱加上资助的心就是大力量 我们感谢神恩典 让我们靠主过一个资助的人生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虽然我们目前的情况是那么的令我们担忧 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张管万有的主 既然神许可这个心灵慧言临到我们人间 现在可以说这个是普世的灾难 我们印尼也免不了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神是有主权的神 神也有恩典的神 所以我们相信有一天 这个心灵慧言一定会从人间离开 我们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从这个穷寡妇的身上 真的我们受到一些很多宝贵的树林的经验 让我们真的可以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 让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 度过我们每一个不同的环境 所面对的各样的事情 我们要相信 好像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主的恩典够我们用 是的 主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分享的信息 我相信每个同工弟兄姐妹 听了以后 求圣灵帮助我们好好思想 审查我们自己 从这篇信息里面 神要都有讲什么话 从这个穷寡妇的完全的奉献的事上 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出什么教导 所以我们为自己祷告 所以这时候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们为自己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求这篇信息 让我们好像这个穷寡妇一样 虽然她面对人生一个惨痛的经历 她的丈夫离开她 但是她知道主永远没有离开她 她把主放在神 放在她生命中生活中 她的家庭的守卫 把神放在第一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主要有我们蒙受的恩典 我们要知恩而懂得保安 我们在不如意的环境里面 不要跟人比较 但是我们在蒙福之中 我们应该用世界的行动 会回归神的恩典 我们也相信神没有离开我们 在任何的处境里面 神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因为神看顾天空的飞鸟 照顾野地的百药花 神也会看顾我们 所以我们为自己祷告 祝福给我们坚定的信心 靠主了面对这样的恶劣的环境 我们低头在神的面前 为自己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借助这篇的信息 特别借助这个穷寡妇 她怎么样 全人摆上奉献的这个榜样 来教导我们 主啊我们知道 这个穷寡妇在物质上 虽然没有不付诸 但是她在心灵方面 她是付诸的 因为她有主 我们感谢神 包括今天的信息 你能够帮助我们 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让每位听见的同工 弟兄妹在这篇信息里面 都可以得到造就 求你怜悯 主耶稣我们知道 你怎么爱我们 赐付我们前面的道路 保守我们和坚定的信心 让任何的处境里面 我们仍然专心仰望依靠你 因为你今晚没有离开我们 你的恩典不敢够我们用 并且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你的能力在我们软弱的上 显得更加的完全 我们谢谢你 主要求你 祝福我们所有的同工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要奉你特殊的名 为在我们中间的会友 有难处 有中单 生活贫困的 失业的 或者失业有难处的 或者身体有病痛的 我们奉你名为他们祷告 主要求你 当你也计念他们 要他们有坚定的信心来倚靠你 因为你有没有离开我们 也常听我们的祷告 在难处中你为我们开路 但我们的启发中你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你是蛮有恩典慈爱的神 所以为了我们所有的会友 为他们的家庭儿女事业工作 在你面前向你求恩 特别奉你名为那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 求主献出你大难所的医治 让他们经历大难医治又健康的身体 特别为一些爱上的弟兄姐妹同工 求你安慰他们 求求你十恩祝福 我们每位在你面前你的儿女们 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保得我们今天我们所听的信息 成为我们生命中生活中 我们家庭一切的祝福 让那一名特征荣耀 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将仰望祈求 是奉耶稣基督圣明求的 阿们 我们谢谢张永平牧师 给我们传讲的信息 接下来是接受弟兄姐妹的奉献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不敬的感恩 我要欢喜的感恩 中山儿的感恩 全部都舍你所存 祝我全都舍你所存 荣耀的祝福 我爱你 你是如何的美好 你我谈我同心中 知道 永远 感谢 我爱你 我要信心中 我感谢你 赞美 我赞美 崇荣的生命 请拜 我敬拜 神节的伤体 无论落地 金光不合 我有疏伤你的恩典 在我心中 我有万幸的感恩 衷伤的爱的安慰 全部都舍你所承 对我全有益处 荣耀你 祝我爱你 你是如此比美好 祝我 贪我 同心中 直到永远 感谢 我感谢你的感谢你 赞美 我赞美崇高的生命 敬拜 我敬拜圣洁的上帝 无论我的情况如何 我有疏伤你的恩典 在我心中 接下来我们为奉献祷告 才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你知道我们的需要 更知道我们的光景 因为每样恩典 都是从你而来 至时我们众弟兄姐妹 存着感恩的信奉献 求主捷径 求主耶稣 求主使用 求主也纪念弟兄姐妹的爱心 是否与弟兄姐妹的家庭 工作 事业 儿女们都在你面前蒙恩 祷告 感谢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接下来是七位消息的报告 耶稣基督徒会堂七位信息 第一的 请要在本教会举行分音典礼 这准夫妻所需要的条件 可以到耶稣基督徒会堂七位的 Instagram 私交媒体 媒体 丈夫尋看 Synoda underscore Gereja underscore Kristen underscore Jakarta 第二个消息 我是基督门徒 信徒培训班 2020年12月3日 星期四晚上七点 第三期 我是基督门徒 信徒培训班的主题 为基督借国子的障碍 就是撒旦及其影响第二段 第一期由马波比牧师服侍 第二期由傅国风牧师服侍 请参加第三期的信徒 信徒联班的学院 做好准备并准备参加 Rabat ヤ einf stayed Shala orangtua sekalian 墙案 Tuhan dalam Masmur 127 ayat 4 sampai 5 seperti anak-anak panah di tangan pahlawan, demikianlah anak-anak pada masa muda. Berbahagialah orang yang telah membuat penuh tabung panahnya dengan semuanya itu. Ia tidak akan mendapat malu apabila ia berbicara dengan musuh-musuh di pintu gerbang. Anak-anak usia dini merupakan generasi yang perlu disiapkan untuk menjadi pemimpin kelan. Memberikan pendidikan yang terbaik kepada anak usia dini merupakan cara yang tepat untuk menyiapkan mereka menghadapi tantangan di masa mendatang. Pendidikan sejatinya tidak dapat dihentikan oleh berbagai kesulitan seperti di masa pandemi COVID-19 ini. Paut Kristen Imago Dei hadir untuk menjadi rekan sekerja Allah untuk mendidik, mengarahkan peserta didik agar menjadi pribadi yang sesuai dengan struktur dan arah menurut rancangan Allah di dalam seluruh aspek hidup untuk mendatangkan kebaikan bersama yang memuliakan Allah. Khususnya di masa pandemi ini, Paut Kristen Imago Dei tetap setia bekerja sama dengan orang tua memberikan pelayanan pendidikan bagi peserta didik. Mari bergabung bersama kami. Bersama-sama kita membangun generasi berilmu berkarakter Kristiani. Bersama-sama kita membangun generasi bergabung bersama dengan orang tua Nahi tepask happening di ma status bergabung bersama dengan Orang-sama dengan bergabung trans-nya haunting baybok chercher Allah, jadi dia selanjutnya membangun besama. Terima kasih telah d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立 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安慰 想与你们同在 同今时得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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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